中秋节快要到了 总统赖清德今天训绵澎湖地区部队 包含了防空连 还有海军146舰队 以及空军的这些部队 赖总统就说了 之前正将操演 海空军的兵力支援 都充分的展现专业 还有情绪精炼的成果 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 大家一条心勇敢面对 这样的精神 也正是台湾的团结互助精神 官兵迅速进入战术位置 模拟对空接战 双连装刺针飞弹 有效射程达4公里 对侵扰我方领空的共军战机 武装直升机具有强大的 含阻战力 总统赖清德 秋节前到澎湖市岛部队 防空连售出双连装刺针飞弹 展现高机动性 跟双重追秒的特性 海军重视龙舟共进 谋念精神 平时生活在一起 工作也在一起 面对狂风巨浪时 更能大家一条心 勇敢面对挑战 这样的精神 也正是我们台湾的团结互助精神 赖总统登上正和军舰 因为台海周边情势紧张 威胁增加 国军都加强戒备 特别是驻澎湖的部队 位主重要战略位置 预警反应时间更短 肩负的防卫任务也更吃重 我也期许 各位都能够秉持 综艺军风 成为一支 兼具荣耀 纪律 战力的钢铁军律 而海军146舰队 以澎湖侧天岛作为母港 驻有成功级巡防舰 施共舰抵近海峡中线时 与之对峙跟监控的第一线兵力 全天后 单纲针防要找 总统也在承诺要当国军 坚强后盾 国军持续强化 建军备战 站在第一线 守护国家安全 记者是李红 澎湖报导 作词 作词 作词